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两个话题吧 这两个话题好像都是跟美国有关 第一个话题呢 有网友留言就问赖清德去美国干什么去了 第二个话题是关于跟武汉病情有关系的 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有网友留言 希望在我们的节目的title前面呢 加上一个第几集 另外把时间放在前面这样好查阅 我们也跟专家讨论了一下 因为这个栏目在播出的时候呢 它有搜索引擎的考虑 就是search engine 当然如果我们在前面加上集 我们把日期放在前面可能是便于查找 但是对于新的读者来说 他们在搜索我们的栏目的时候呢 可能并不是最佳的 所以综合考虑下来呢 我们还是决定把我们的标题放在最前面 我们把日期呢放在后边 这个是技术人员的建议 非常抱歉 我们暂时还是保持原来的这种状态 大家有什么要求呢 可以随时给我们来信留言 我们都会一一的考虑 我们都会去商量去探讨 最终呢找到一个最好的播出模式 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浏览我们的网页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栏目 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 我们把这个栏目呢 能够健康的把它办下去 好我们先说第一个吧 先说第一个问题 赖清德去美国 我们看了一下 其实这个在前两天就已经有这样的新闻了 当我们回到北美之后 我们也再重新看一下这个新闻 赖清德访问美国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个私人访问 但是呢我们现在对民进党的所有的话呢 都不能相信 民进党所有的话我们都是要反过来听 其实赖清德这次访问美国 绝对不是他私人出访 绝对是事先安排好的 我们从现在看来 他到达美国以后的行程非常的保密 外界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新闻 这个事情也就告诉我们说 他到美国以后应该会秘密的会见什么人 而且不想让外界知道的 我们从这个现象呢 只能够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就是赖这次来到美国 是代表了民进党 或者是代表了蔡 作为蔡的一个走狗 跑到美国来去跟什么人来见面 这种见面如果得到了美国的默许的话 那也就是说美国他愿意和赖清德见面 愿意把一些重要的信息透过赖清德的嘴传给蔡英文 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告诉我们美国现在默认了这次蔡英文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作弊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美国并不反对蔡英文作弊 这个呢是我们可以判断出来的 因为在此之前 宋楚瑜也报过一个料 宋楚瑜去参加APEC的时候 也是作为蔡英文的特使去面见了习 然后把习的一些话直接回来以后 直接告诉蔡英文 宋楚瑜就充当过这样的一个角色 而今天赖呢 赖充当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赖就是充当一个跑到美国 用他的嘴巴 这样保密程度最高嘛 不通过任何的通讯设备 不通过任何的中间人 透过赖清德这张嘴 然后把一些话带回到台湾 带给蔡 这个呢就是他美国执行的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因为现代的科技 你通过任何的一种通讯工具 邮件也好 电话也好 什么也好 都有可能不保密 因此只有通过人传人的方法 这个事情只有一个人知道 而这个人呢 是牢牢的被蔡英文攥在手里 牢牢的被蔡英文掐着脖子的这个人 这个人也看来也是对蔡英文 不敢放屁的一个人 说一不二的人 所以这个人呢 相对的就比较合适 所以双方都认为 用赖来到美国 去传递一个口信 这个可能是最佳的方案 我们在美国看到赖清德来访 我们所判断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赖这次亲自来到美国 要面见一个什么人 然后带一个口信回给蔡英文 仅此而已 另外呢 对外界也就释放了一个信息 美国认可这次蔡英文 作弊成为下一届总统 这个信息是我们作为一个简单的 粗略的判断能够得出来的 更深的一些判断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看看还有些什么新闻 能够暴露出来 根据公开的一些新闻 我们再去做更深的判断吧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周围的北美的华人 现在对武汉这个病毒的事情呢 讨论的比较多 讨论的比较热烈 话题呢 一见面就是这话题 不说别的了 上来就这话题 所以我呢 我们呢 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们还是说作为旁观者呢 也再次的review了一下 所有的这些新的论点出来了 一周前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们看武汉病情呢 就是一个疾病 我们并不想把它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 也就是说当时台湾政府 想把它作为一个政治话题去答 但是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政治话题 但是这次我们回到北美之后呢 我们发现 现在已经大家把这个话题呢 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了 我们作为中间看到两边的话都有 我们先说中国这边 中国这边因为有一些中国的朋友 他们也传了一些简讯过来 在中国呢 我也直接跟中国国内的一些朋友 有一些联络 中国那边呢 现在把这个病情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呢 就是现在我问他们 这个病因找到了没有 这个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现在中国有一些说法呢 就是把这个发病原因呢 推向美国 说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攻击 因为在这段时间呢 美中之间的贸易呢 一直在摩擦 美中之间的关系呢 一直不好 所以呢 在中国的百姓里边 民间就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这个事情是美国人干的 他们也把一些信息呢 传给我了 但是呢 在中国呢 有些地方呢 消音了 那我看了一下呢 我们现在只是说现象 先不做评论 我们的评论现在先不做 我们把现象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听到的 看到的这个问题呢 大家所谈论的 在中国里面说呢 美军呢 派了369名军人参加 10月份在武汉举行的一个军人运动会 叫军运会 也就是都是军人 军人运动会的话 也有跑步啊 跳啊 跑跳头啊 这种项目 军事体育项目嘛 那有这样的运动会 所以他们说 美国呢 派了这么多人 军人到了武汉 把这个病毒呢 传播给武汉了 然后呢 他们就走掉了 有这样一种说法 我们先不评论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滑稽 这种说法呢 在中国那边有传 在北美这边 也有一些华人 因为现在他这个微信通得很快啊 瞬间 这个北美这边的华人也知道了 就说美国派了一支生化部队 去了中国 然后在那地方偷毒 把武汉人民给毒了 这是一种说法啊 第二种说法 也是在北美这边 有一些人 他们说 在武汉 在中国武汉 有一个P4实验室 有一个P4实验室 生物工程的 叫病毒生物工程的一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呢 被称为魔鬼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是干什么呢 它的实验室就是研究病毒的一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是在2015年建成的 那在中国呢 唯一一个病毒实验室就在武汉 那这个实验室建成之后 它的研究的主要方向呢 就是研究病毒 比方说当年那种像SARS病毒啊 它作为一个传染病的一个病毒进行研究 2015年在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大学 有一个研究员 在美国的自然杂志上 发表了一个文章 一个学术文章 这个文章呢 就是他们研究出来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他们是从蝙蝠身上提取的 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成果 这个研究成果呢 它是跟谁一起研究呢 它是跟在中国的武汉的病毒研究所 一起做的一个研究项目 也就是说它这个论文呢 是在美国发表的 但是呢 实际上它这个实验呢 是在中国武汉的P4实验室里面做的 那在武汉这边呢 负责做的这个人呢 叫石正丽 是一个中国人 石正丽呢 他是研究病毒学的 他有中国的学士 有中国的硕士 也有国外的博士 这些所有的这些学位呢 都是研究病毒学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论文 在美国发表了 那他呢 成功的研制出来了一个病毒 这个就是从蝙蝠身上提取的一个病毒 叫冠状病毒 而且这个研究项目呢 一半呢 是在中国 这个研究项目呢 是美国和中国合作的一个项目 研究的地点呢 就是在武汉 而石正丽他们这个团队呢 是负责去找这些蝙蝠 找到蝙蝠以后呢 提取然后呢把这个病毒呢把它研究出来 而他们研究出来这个病毒和这次武汉病毒呢 非常相近 文件上显示是不一样 但是很相近 都是来自于蝙蝠身上 所以北美这边呢 有一些人就说呢 这个病毒是由这个武汉这个研究室呢 把它泄露出去了 就是你没有把它保护好 把它泄露到民间去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石正丽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石正丽呢他就说 我敢保证 我们研究室里边研究这个病毒 绝对没有泄露出去 这个研究室呢 你要进入的话 一共有十道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后边的七道门就是 你不关上一个 另外一个你都打不开 那你必须关到这个层打得开 而且有严密的防护 P4实验室呢 就是生物工程里边的最高级的实验室了 魔鬼实验室嘛 所以在北美的一些评论家呢 就说这个事情呢 是由中国那边制造的 制造出来这么一个病毒 紧接呢就有一个印度的一个科学家 他发表了一观点 他说这次武汉这个病毒 是人为的 是人为造成的 当这个印度科学家 发表出这样的论点之后呢 很快就遭到了 全世界各地的这些专家们的反对 所以这个印度人呢 就说那好 那我撤回 我把这观点撤回 文章也下架了 也不说话了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在美国呢 又有很多的各种的生物的科学家 站出来说 这次武汉病毒不是人为的 因为现在他们的论点说 我们人为要制造一个病毒 能够直接去感染人的 还做不到 因为他们说 当时石正丽他们和美国北卡 合作的这个项目呢 在中途已经被停止了 已经不再进行了 这个项目呢 从资料上来看 从旁边的人告诉我们来说 这个项目呢 是由美国资助的 就是美国出资 在这研究 这个时候呢 又有另外一派 就是中方那一派呢 又有一种论点 意思就是说 这一派呢 就属于知识派了 知识界的派了 这一派就说呢 美国北卡和中国武汉 他们在病毒研究方面 他们在2015年是有合作的 而且呢 因为在美国这个国土上呢 不让进行这样的实验 所以呢 他们说美国人很坏 美国人这儿不能实验呢 他让中国人去做 美国人出钱 中国人去做实验 实验出来结果以后呢 当然你这个数据 你要交给他们嘛 他们要拿走 因此呢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 美国人出了钱 让中国的石正丽这个团队 在中国武汉这个实验室呢 做病毒研究 研究出来的病毒成果以后呢 美国人拿走了 当然他也留下来 两家都有 研究成果双方都有 这也是一种说法 另外呢 紧接呢 到美国这边呢 又有一些科学家呢 又站出来说 现在我们研究那个冠状病毒 和这次武汉的冠状病毒 完全不一样 虽然类似 但是不一样 而且呢 他们说 美国的科学家说 现在要让人类制造这个冠状病毒 直接去感染的 去叫生化攻击的 说现在人类还做不到 这是美国这边的说法 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呢 就听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 左边说也有 右边说也有 左边说 右边说 各种的说法 现在就把这个 一个武汉肺炎这个事情呢 把它又上升到了一个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 什么纠纷在里边了 在这个纠纷出来以后呢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呢 就上升到了政治这个平台了 也就是说 把贸易战也拉进来了 把美国和中国的这些什么 意识形态也拉进来了 甚至生化武器的进攻都拉进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听了这么多的信息 因为这个生物科学呢 坦率来说 我是认为是属于高科技 像这种高科技的事情啊 一般的人 一般的这种评论员也好 不管是记者也好 媒体也好 其实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算那些所谓的科学家 这些科学家呢 他真正对外说话的时候呢 我也不认为他说的是真话 因为科学家 像北卡的这些生物工程师 包括中国的石正丽这些生物工程师 他们都是科学家 他们都是做研究的 那他们在研究项目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会看到 有一个两边说法是一模一样的 什么呢 就是在2015年 中国武汉建造了这么一个P4实验室 实验室造好了以后呢 美国这边出项目和中国合作 合作以后呢 资金呢 这边有出 然后呢 在中国武汉这个实验室里面呢 做一个病毒的研究 就是从蝙蝠身上提取一个病毒 这个冠状病毒进行研究 把它研究出来 这个事情双方说的几乎是一样 而且这个呢 已经在美国的某一个杂志上呢 已经公开出来了 那公开出来这个论文呢 底下有北卡的研究员的名字 同时底下也有中国的 石正丽的名字 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中美合作的 一个病毒项目 这个说法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一样就是呢 中国那边就说呢 我这个实验室里边呢 绝对不会泄漏 绝对不会跑到外边去 而这边呢 北美这边呢 有人说呢 那个病毒就是你实验室造成的 他说不是那个华南海鲜市场造成的 是你实验室把这个病毒泄漏出来了 这个是两边说法不太一样的 中国的百姓说呢 美军呢 是由参加军运会的一些美国士兵 把这个病毒带到武汉去投放的 这个呢 在北美这边呢 大家是否定 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少 也就是说 照这种说法的话 这个病毒是在北卡 在美国的实验室里边已经造好了 造好以后呢 把这个病毒呢 拿到中国去投放去 这样的说法呢 很多科学家呢 也不太认同 大家也觉得逻辑上也不太接受 因为本身在美国这个土地上 他不让进行这样的实验 他就怕扩散 他之所以他不让 他才把这个项目 他出资 拿到武汉这个实验室 批付 让他呢 我给你钱 你做实验的 所以像这样一种说法呢 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是在美国的实验室里边 生产出一个生化武器 然后由这个300多名美国士兵 带到了中国去 然后投放了 这种说法 大家也觉得没有道理 不太成立 再有 现在生化武器攻击 这个呢 双方呢 都说 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不想这样做 我们还人类达不到 中方也是这样说 美方也是这样说 可是呢 现在呢 中方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美方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有在研究 有在科学家在里边去 不断的去发掘 去探索 这个动作是有的 但是呢 被感染的人群出现了 那这被感染的人群一出现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 无论是美国的科学家也好 还是中国的科学家也好 都说 我们人类还做不到 我们人类做不到 在石正丽有一个声明里边 石正丽说 这个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的惩罚 她说 我保证 这个不是我们实验室里边 透露出去的 这是石正丽说的 在美国的科学家也说 我们人类现在完全做不到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自然感染的 这完全是他们自然的 跟我们科学家 我们不可能做到 我们一百年也做不到的东西 当我们听完这两边的说法以后 其实有一种想法 有一种观点 有一个结论 就逐渐逐渐的应该浮出水面了 而且呢 国外的这些科学家们呢 有很多呢 我们收到资料呢 都是 大家不要阴谋论 阴谋论是不正确的 不要分析 不要判断 不要猜测 我们是造不出来这样的生化武器的 科学家们都在灭火 都说造不出来 造不出来 为什么在中国武汉这个地方 这么大面积的感染 而且根据中国的朋友给我的信息 他这个感染速度特快 一跟你接触 砰一说话 就感染了 这个的传播的速度 比当年那个SARS要快 所以它确实不是一种病毒 跟SARS类似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到现在在北美这边 我们听到了这个 吵吵闹闹的这个声音呢 非常的高 也就是把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呢 两边都拉高了 拉得非常高 生化武器战争了 到底是你攻击我了 还是我攻击你了 到底是你泄露的 还是我泄露的呀 到底是不是真的 像最初他们讲的这个 就是老百姓到华南海鲜市场 去吃了一个蝙蝠 引出来的病呢 我记得在前一集我们说过 我们说其实在最初中国 公布出来那个资料里边呢 他们有一个报告 就是说有几个病例 当时这些医务人员 普通的医务人员 他们是天真的 普通的医务人员说 有一些病例 有这么几个人 其实他们跟那个华南海鲜市场 没有任何关系 完全也没有去过那海鲜市场 因此在那个报告里边 他有说 他说这个病原 应该在其他地方还有 但是不知道 当时是不知道 那现在呢 整个这个舆论呢 就吵吵吵呢 就把他吵到了那个 P4实验室里边去了 就是跟那个有关 而且呢 石正丽他们研究出来的报告 研究出来的成果 在美国 刊登的这个成果呢 跟这次的武汉的病毒呢 非常像 都是来自于蝙蝠 这种蝙蝠呢 在中国呢 还特别少 他们还要特意去找这种蝙蝠去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一种不管是什么说法的话 他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现在到今天来讲 依然没有有一个有效的药去抑制它 有几个药正在临床实验 当临床实验通过了之后呢 才能够批量生产 当这个药批量生产之后呢 才能把整个的疫情压下去 所以现在在中国那边呢 我看大家都属于就是在家待着 我姐朋友呢 还是在家待着 我问他生病了吗 没有生病 就是不出门 买东西 快递 打电话 delivery 放到楼下 走 然后他自个儿下去 拿菜去 每天在家待着 这样就没事 不出去 不跟人接触 没有问题 这个状态要持续多久呢 一定要持续到那个药 已经投放市场了 批量的药 大批量的药 已经投放到医院去了 把这个疫情给压下去了 这个才能缓解 否则的话呢 现在在中国很多城市呢 大家心里有一种恐慌 觉得哎呀 我要得病怎么办 因为没有药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们现在很难做出评论 因为太专业了 我们只是把听到的 看到的 能够了解到的一些信息 把它综合起来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确实是属于高科技 高尖端的 而且各个国家呢 对这样的信息呢 再往上走呢 一定是高度保密的 一定是不会透出来的 所以我们只能看看现象 一群老百姓 他们在这家里待着不敢动 另外呢 外边呢 有这么多人在说 政府呢 也采取了很多的紧急措施 去隔离呀 去做工作呀 甚至上班呢 开学呢 又往后延了 这个现象呢 其实是很不正常的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它确实就是发生了 既然发生了 我们就要去面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们不做评论 我们只是做一些信息分享 我们再跟踪一段时间吧 看看后边还有什么新的发展 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呢 我们再及时沟通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 能够尽快地结束 希望普通的百姓 能够尽快地 恢复到他们正常的生活 现在他们那个生活呢 不正常 就是在家待着 不出门 好 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